賴勇富先生的問題 他要請教阿爸老師 他的甘蔓面的效面 也就是說 這個番茄的頁面有突出 而且有變紅 還要怎麼處理 聽到這個聲 這個突出 這個我們大概 這個是我們最不願意去看到 但是我們這個好朋友 這個問題比較特別一點 他在蝦子的一個對稱的地方 很暗的 這個暗到有一點 這個不說很正常 一般來說 在這個現象 因為蝦子肉稍微粗粗 然後有一點比較暗的 這個我們一般來說 都會直接推斷 微量元素木的一個缺乏 所以像這種情形 你就能用 你如果是有這個花兜兜3號 你就給它補一個 這個花兜兜3號 如果有這個 因為這個東西 蝦子肉稍微就是15 20 25 定義營養分都有夠 讓它幫助它生長 試試看看 這個特首這個現象 就有辦法來改善 那如果呢 如果說你沒有那個東西 你就用一些綜合的 微量元素 一般來說 我們通常都會成為問 來改善補充 這個可能是這樣 另外一個是說要注意 如果它的位置 是不是固定的一個收拾 因為有當時 是去滴到那個油 我們煙營在發動的時候 有當時煙營已經比較久了 我們轉油 或是說在罐頭的時候 煙營已經比較久了 比較久它會滴到油 油去滴到 有一點點溫度 有一點點 它就會變白 這通常如果一般滴是這個情形 這樣有可能是 去讓煙營滴到這種 滴到流油 好啦 譬如說我們用的是 去滴到汽油 去滴到汽油 那也是這樣 但是呢 它一層裡面 如果滴不說幾層 滴到很辛苦 可能一半乾 這種我們可能 就可以去判斷說 是不是去滴到油 那如果說一層 那裡有那裡有 那不太厚滴 更厚滴也不太厚滴 所以通常 我們就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這個滴氧元素的 這個問題 通常會去克律到 這種滴氧元素的問題 就是因為你說 當中的出現 突然的一個出現 是不是在水分的控制裡面 這一定含水分有一點點關係 不然一般來說 這個滴氧元素的一個情形 都是譬如說一個隔溫以後 幾天就比較明顯 來兩三天 越來越重來 這可能是 我們度數去看到的情形 都是這樣 所以這 可以讓你收 知道一下 這大概我們 在這個問題 所以在處理上 我是覺得說 第一就是說 你稍微注意一下 剛才我所說的情形 因為有時候 這有進行 有一個好朋友就說 奇怪 一直都有這種現象 沒有辦法去判斷 所以有時候是去由地 但是有時候這個漲的部分 因為我們看到 在那邊說 他那個漲子 在客近 夜餅的這個所在 翻紅以外 會比較漲子 這個夜園交窟 然後這個漲心 其實也不說 很正常 所以這應該是要 很小二十步 這看起來的狀況 不是說 很好 這 在我們的經驗裡面 這 通常 我們第一個去懷疑的 應該是這個土壤 土壤本身的一個 高醫師的一個狀態 還是說 當中裡面有什麼東西 比較不說 很均勻 他的變化 比較大 可能你在這方面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是建議說 在漲舵你自己用一些 算化肥料漸食 先免費用 因為那個沒有很大漲 你就先免費用 這個化肥料 你先用一點 這個事情有這種 發酵液肥 這類的這個 就是說 你自己如果是有做這個發酵液肥 你也可以拿來用 不然你就可以利用 現在這個德國 因為有一個這種 玉米 做玉米樹村的這種 發酵村的這個東西 它這個有機子含量很高 有機子含量很高 下去之後 是不是可以改善到 它的一個根圈附近的這個問題 這樣起來可以幫助 它的這個行動 我個人是人類說 應該是這樣 如果一百漲不是通理 這沒什麼要緊 就是說一百漲裡面找不到一漲 可能幾區 正兩千幾漲 差不多找三四漲 如果這樣 有時候是監測 就是說你看著看著就好了 不用說過得的這個掛心 但是呢 如果開始有一個系統性的 有一個這種病的這種感覺 覺得說這漲旁邊也有對也有這樣 這就要很生意啦 這處理的這個方式 大概剛才我們所說的這個方式 你可以稍微參考看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說 由監測的話 為了的這個修養 要表面 表面因為這個 因為這種漲心的出現 德索都含他的 這個法要有一點關係 所以這讓你稍微做一個參考 因為我沒聽到 我要知道 沒有錯過 我現在的意思是 對 我現在的意思是 因為我這次看著 我又會看著 是